李宗盛雄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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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比山台風的估計路線來看 看起來我們台灣的東部還有南部地區 是在高普天地區 上台的簡報也看出來 很特別有指定的高普天線 現實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需要請地方政府 一起來加強戒備和警戒 當然我們也知道 過去很多台風的傷亡 是來自於民眾在台風期間外出 所以對於不必要的外出 希望能夠盡量減少 同時呢 像一般的商場 或者是百貨公司 如果考慮到員工的安全 要盡量的能夠避免在這個時間 這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同時呢 根據過去幾次台風的災害 我們也知道 特別是在去年 我們看到我們的 在去的資訊團體 那時候還有很多 不能夠即時的防護者 我們也繼續去年的教訓 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努力地把相關的資訊 做非常好的整合 我們剛才也有展示 我們現在的資訊整合狀態 我們希望我們的資訊 都能夠即時的 寫信在我們的 災害地面中心的災害情報站上 讓社會大眾 以及需要使用的同仁 都能夠取得最新的資訊 但是我們希望這次呢 我們也再繼續檢討 如果還有資訊不完備的部分 或者資訊落後的部分 使用不方便的部分 我們透過我們密切的注意和檢討 我們希望我們下次繼續改進 我們這些網站 情報支出的這個採訪的依據 那麼特別這邊還有兩些事情 我們還在檢討的時候 我想要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是 剛才農委會有提到 我們的漁船 有陸續的回到我們的港口 漁工 那麼我們知道 很多漁船上都有 這個外籍的漁工 漁工 那麼它的漁工 過去因為進港之後呢 它的行動是要顯示的 那麼在考慮到 漁工的時候 可能會帶來的人身安全 我們也要注意確保 所以在台上的漁工 它的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必要的時候呢 也不能排除 它能夠上岸 那漁工的就有可能性 所以我們要請農委會 要特別注意 要儘必注意 我們這些外籍的漁工的人身安全 也是一樣重要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今年五月份 因為漁場好雨 造成了很多地區 除非是中蘭波地區的一些 受災很嚴重的一些山區 包含了我去過的高雄石頭部落 還有藍頭石沐村 還有愛泉條 等等等等 那這些部分 我想目前的服務員的照片 還沒有到完全的目規矢 因此呢 第二次災害 發生造出的傷害 這可能是會非常嚴重 因此不必要請我們有關的這些 相關的部會和地方政府 能夠提高級別 避免這些地區再受到傷害 甚至於造成有關的 災害人民的這個生死很傷亡 好